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UE3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开通YouTube会员频道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VON实现事件绑定处理 这个支持点不是VUE3独有的VUE2中 就可以实现VUE3继承过来 好 那咱们就开始吧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VUE3最新的更新版本的进度 咱们去看一下这个网址 这是个Github 大家请看 咱们上期给您介绍的时候 还是3.0RC4 对吧 刚刚在6小时之前 已经变为了3.0RC5 对吧 那么因为咱们是CDN的引用方式 对吧 所以说咱们一直可以引用到它最新的版本 那么从今天我这期开始给您演示的时候 咱们用的可就是RC5咯 OK 那咱们开始 RC5 今天支持点就一个在RC5上使用VON指令绑定一个Click事件 该怎么做 是这样 如果您有VUE2的基础的朋友 可能您听我的课程根本就不用不费劲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2里面相同的内容 对吧 好 咱们看一看 今天的代码其实很简单 一个HTML的Body 然后里面加一个V1ID的DIV 同时这个地方 我绑定了一个Budelstrap5的样式单 没问题吧 然后这一上来输出一个Message变量的值 这个变量是在咱们HelloAPP中定义的 大家请看 就这个数据提供部分 我这返回了一个Message 对吧 这个Message在整个页面的头部输出 内容 我爱NBA 对吧 现在国内抵制NBA 抵制NBA我也爱NBA 好 然后咱们在这个Title之下 我定义了一个按钮 这按钮也是Budelstrap的按钮 然后下面 这是今天的重点 VON冒号onclick 这是说什么 这是说让这个按钮有一个单击事件 好吧 那么如果用户单击了这个按钮之后 会调用这么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在这个地方 APP的这个地方进行定义 好吧 这个写法跟VUE20完全的一样 完全没有说的 然后里面这个函数的内容 就是把咱们拿到的页面的数据里面的Message变量 进行一个反转 反转之后显示 对吧 就这么一个内容 然后下面 下面是VUE3的独特写法 建立一个APP的应用程序 这个APP就是咱们的HelloAPP 然后把它绑定到整个页面中的一个VED上去 好吧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简单逻辑 其实今天重点就是这么一行 通过VON给咱们按钮绑定一个事件 您可以是单级 可以是双级 可以是鼠标上来 可以鼠标离开 等等都可以 OK 咱们先手续 马上运行 这段代码 把它拷贝过来 拷贝到咱们页面模板 拷到这里面去 稍等 重拷 我这有body了 OK 然后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我引用了最新版本的VUE RC5 对吧 下面是最新版本 这个应该也不是最新 现在是Alpha1 当前最新版本 Bluetra5的最新版本 Alpha1版本 好 马上运行 看看能不能显示这个事件 这是我的课件目录 然后今天是Lesson04 然后Index点击之后 那请看 这个是咱们整个页面 对不对 看看有没有任何的报错 一般我的习惯都是说 点击之后 今天之后 看看有没有页面 有没有什么错误 对吧 没有错误 那咱们点击这个按钮了 注意看我要点了 怎么没反应 有了 大家请看 这件有反应了 我还以为弹出个message 有反应 大家请看 我NBA变成NBA爱我了 是吧 怎么ABN爱我 它全会反转了 是吧 这样完成了一个点击的事件 通过什么 通过Von指令 好不好 OK 这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内容了 只要您 只要您看了我这视频 会这个Von指令的一些个 最简单的使用方法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 您再可以试一试其他的属性 都是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 其实是DHTML的事件一栏里面的其中一个 您找到DHTML里面的事件 就能够找到多如牛毛的事件 您都可以去用Von来绑定 试一下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我的代码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朋友可以下载在您的本地跑一跑吧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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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